谢谢师父的思维台 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开始过 人的一生在于选择 而选择往往也需要智慧的 我们有时处于境界的考验之中 智慧不够 似乎几个选择都有可取性 那如何去取舍呢 就师父开始一讲 选择有好几种选择 凭自己的良心选择 也叫一种选择 凭自己的本性选择 也叫一种选择 真正的选择 就是用自己的佛性来选择 所以觉得自己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哪怕对你有利益 不要去选择 如果这个事情 只要对众生有利的 对你自己哪怕没利的 你也可以去选择 用佛性来选择的话 你一定会今后将来得到福报 如果你为了你的私心 就是现在得到的既得利益 你以后还会吃苦头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感受